作者 贾小辰 话说小辰也活了二十几年了 但分手还转发对方微博 并配有矫情分手语的 我还是活久见 感谢季凌晨 踩着七月份的尾巴 为2018网络经典语录 大和集片专家罢 随后你喜欢大海 我爱过你这句话 也被优秀的网友们加工 成了段子疯狂转发 你喜欢大海 我喜欢浪 你喜欢草原 我绿过你 照理说 这次分手事件 应该随着看亲子的声明 到此结束了 可优秀的网友们 却在一夜之间 又砸出了很多心锤 矛头只指季凌晨王毅 首先 大家发现今年5月5日 季凌晨和王毅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发了微博 地点看起来也很是雷同 显微镜女孩们还指出 季凌晨微博里 第二张图片的倒影 就是王毅微博里 第二张图片的袖子 我们单独拿出来对比一下 的确很像 记得当时 季凌晨发这条微博时 很多粉丝还把那个倒影 当成了和看清赋的暗潮 如今想想可真是讽刺啊 就在大家半信半疑 吃瓜的时候 俄组有网友投稿 说 王毅微博的酒店定位是假的 他微博图片很明显 是上海养人安卖酒店 而不是他自己定位的 绿城玫瑰园 所以为何要放下定位 实在是隐 人怀疑 还有粉丝投稿 说有人当天看见王毅 去海养人安卖酒店陪睡 额阻这一波的信息量 可谓是很大了 如果说这波锤子还不够狠 接下来又有网友爆料说 季凌晨和王毅 疑似今年5月21日 同游意大利 这是王毅当天的微博 这是季凌晨后援会 当天晒出的季凌晨 本人的INF更新 网友说 季凌晨INF图片上的建筑 是意大利的UNI Credit 小编特地去查了百度 还真是如网友所说 这是视觉中国拍的UNI Credit 简直和季凌晨拍的一模一样 他和王毅5月21日 都在意大利这件事 是肯定了 至于是不是朋友 是不是出轨 大家自己评评 紧接着 又有潜微镜网友扒出 早前季凌晨在愛亲爱的客栈 李拿着平板看的节目 就是王毅参加的 天使之路 而季凌晨和王毅的渊源 还真是深乐 同时 网友爆料季凌晨的自主衣服 品牌Blue Warning 王毅在参加天使之路 时就已经穿过很多次了 他还经常在微博 上自己穿这个品牌 衣服的图片 之前还多次爱测了季凌晨 只是这些微博现在已经删了 这张图片 王毅还特地给了品牌的特写 小编隐约记得 王毅在声明里说 他和季凌晨 只是很少见面的普通朋友 可普通朋友帮季凌晨 宣传衣服的卖艺程度 简直超过了正牌女友看亲子 只能说这王毅是个热心 尝啊 同时 小编还从地上 捡到了一张聊天记录瓜 到底聊天内容是不是真的 小编也不能肯定 大家就先吃着呗 被助理的李晨凌 就是这场分手事件 一开始被怀疑的小三对象 他也是季凌晨 同一个公司里的朋友 之前王阁在 亲爱的客栈 你还拿他调侃过季凌晨 想想王毅声明里的那句 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和季凌晨的那句渣男 经典语录 你喜欢大海 我爱过你 同样的非主流QQ空间商赶起 很多网友调坎说 就冲他俩在文学造诣上的一致性 这瓜也没跑了 哈哈 短时间内 这么多瓜砸过来 小编还真有点消化不良 王毅和季凌晨那么多唱和 实在让人不得不怀疑 但这些毕竟只是游戏网友们自己挖出来的瓜 到底既凌晨出轨王毅是真是假 还得等官邦实锤才能确定 毕竟咱也不能平白无故 冤枉别人啊 世界巴掌到今天这个地步 最心疼的还是看亲子 用自己五年的青春去换一个大男孩长大 结果青春为了狗 那么美 那么好的亲子 希望他终有一天被良人拾起 爱不释手